有暖气如何养龟? 随着北方地区即将货已经供暖 问到有暖气如何养龟的朋友也逐渐增多 本期视频,东龟先生就来分享下看法 供暖是一种外部条件,改变的是温度 所以具体要怎么样,还是要看暖气情况 一,暖气热且稳定 如果水温能达到25度级以上,且温差不大 那么不需要任何处理,和平常一样,正常饲养即可 只不过要注意控制喂食,特别是饲养环境小 乌龟运动不充分,得不到锻炼的 否则只吃少运动,乌龟生长太快,太胖 身材容易走形,很宽的生长纹,葫芦腰,放射纹等等 所谓乌龟不冬眠品相差,就是这么来的 喂食不当,乌龟缺乏运动锻炼造成的 其实和冬不冬眠没有多大关系 二,暖气不热但稳定 例如只能达到最低供暖标准 水温只有18到20度左右 这种情况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通过加温设备,将温度加上去 将水温加到25到28度,然后再正常饲养 另一种就是基于现状,不必加温 但由于水温太低,需要减量喂食 每半个月左右喂食一次即可 如果水温在20到25度之间 可以适当增加喂食,一周喂食一两次 三,有供暖但温度不稳定,忽冷忽热 这种情况是比较难办的 类似春秋温差大,季节养归 一旦处理不好温差,乌龟很容易生病或死亡 如果暖气比较热,但供热不稳定 建议使用大水体饲养 这样即便暖气不热时,水温也不会马上降温 有个缓冲期,小水体则很难保证水温 同时给龟缸盖上透明盖子或保鲜膜覆盖 进一步增强保温,防止因暖气供热不足而产生大温差 由于暖气不稳定,会导致气温变化大 这种情况下不建议设置出水晒台 否则就如春秋温差大设出水晒台一样 乌龟很容易生病 如果暖气不热并且还不稳定 这种情况还是要果断加温饲养的 或者直接选择冬眠 总的来说,虽然冬季北方地区有供暖 但各地供暖水平并不一样 暖气热并且稳定的,和夏季一样样 暖气不太热但稳定的,减少卫视频率 而暖气不稳定的,建议采取秋季仰龟的方法 大水体,撤出水晒台,防止温差 东龟先生制作,谢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